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面对不好的家庭成员 有些人开始写信给我说 怎么办我的家庭或者我的工作环境 或是说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状态 有一些人呢想法跟能量非常的负面怎么办怎么办 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你不需要忍受他们离开这个环境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讯号 有些人让你不舒服绝对是有原因的 你不必忍受他们 你可以离开表示你值得更好的地方 但是呢 我要补充一点 有时候呢人生呢 我们被分配到这个家庭 这个工作环境 这个地方遇到这些人呢 没有一件事一个人是偶然的 也就是说呢 这些人这些事情呢 全部都是在训练 你灵魂的能量 好 我们是可以试着 rechannel 也就是说重新调平 以下教大家几个方式 当你目前现阶段走不开这个环境的时候 该怎么办 第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点 让你更focus 更专注在你心里 那个你所重视的价值 这个时候是时候为你的价值fight 你在fight 你在fighting 你在所谓的战斗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感受到非常多的恐惧 因为这些家庭成员 而这个时候就是时间 来strefin 来强化你灵魂 你身体 你脑袋 你心灵的能量 所以上天安排了这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人 来让你强化这个能量 事实是呢 这些让你不舒服的负面能量 负面的人呢 在任何地方都存在 但是呢 你会当你克服了这些恐惧 克服了这些负面能量的时候 你还一直在这个地方嘛 对不对 你会发现你得不到新的东西了 这时候呢 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了 我们再讲一个哈 关于爱因斯坦说的量子力学的双缝试验里面 发现了一个研究结果 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 蕴藏着无限的潜能 也就是说呢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没有任何人理所当然的 可以剥夺你的自由意志 当你穿越了这些恐惧 而你在这个空间发现 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学习了的时候呢 就是 你要到新的地方的时候了 你会发现 当你到新的环境 遇到新的人 当你克服了这个恐惧的时候呢 你遇到的环境 是无与伦比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美好 而且你能够学到的东西是更多 而且是更巨大的 有形或是无形的资产 这就是这个宇宙运行的一个秘密的一个法则 如果你没有克服这个恐惧 你会发现你到任何地方 你还是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 在现阶段一直遇到说 我最常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女性朋友 有没有 就会跑来跟我讲 我又遇到那个人了 然后那个人又想办法来陷害我 这样的人 特定的事件会一直重复 因为当你没有去克服她的时候 她会一直一直一直来 直到你学习会如何克服 这个你心里的恐惧 之后呢 很奇怪哦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学了 没有东西可以学了 然后就会到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环境 新的vibration 新的振动频率 更高意识的族群 然后你会学习到的东西 不管是在灵魂的价值 或是在物质界的价值 双背跳 很多人会说 啊怎么可能 我没有办法离开啦 因为我要赔我的账单 因为我要养小孩 你不必忍受这些 事实是 你不用忍受这些东西 因为当你离开 你绝对会到更好的环境 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的 只要你离开 你知道你是为了你心中的那个价值而离开 而不是只是被恐惧打败了 你绝对会到一个更适合你的环境 遇到更适合你的人群 事实是 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教育都会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怎么做 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应该要做 任何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而事实是呢 而事实是呢 我们人类原来就有权利选择 我们所属的族群 这就是所谓 为什么 以前在某一些国家的宪法上没有讲说 人有自由结社的自由意志 我们被分配到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都是有原因的 而我们人呢 会生在这些地方 这就是给你一个课题 让你去克服 让你去冲破这些障碍 让你去到更属于你的地方 这是我们人 灵魂生来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要学习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一些规定 有一些规则在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冲破不属于你的环境的无限的潜能 可是大家要去看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首先你要去除了克服这些让你不舒服的敌人这些恐惧之外 学着去接受你所看见的perception 就是我所看见投射出来的视觉 人其实很有趣 当一个人在sending 这是无关于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文字 或是我们的肢体动作 这些全部都可以卫装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伪装 叫做振动频率 当我们发射出 人的能力有收跟发的一个能力在 每一个各个部位各个器官 包含我们的振动频率 都有收跟发的能力 那当你的出发点动机是不好的时候 就算你表现得很好说 我觉得你真的很棒很漂亮 可是其实你的目的是 我要陷害你 我要骗你 每一个人都会收到 百分之百会相信你的直觉 有些人可能讲话 我讨厌你啦 走开 可是其实他的心里是告诉你说 其实我很爱你 也收得到相信我们的直觉 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地方 每一个人我们身为人类 为什么这么珍贵的在这个身体里 因为人类是可以无限进化的 以上 希望这个影片呢 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帮助 谢谢